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温哥华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在Burkwitlam市中心的一個樓盤 發展商是Concert 在這邊差不多1989年已經有起樓的歷史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他們在Burkwitlam 基本上是對著Skytrain站 有YMCA和各種配套的一個樓盤 落成日期到2026年 現在跟大家看看地圖 讓大家了解一下地圖在哪裡 我現在身後的地圖已經是Burkwitlam的地圖 我縮小一點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邊是North Road North Road一直下來 Burkwitlam的Skytrain站 其實就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然後在下面 North Road這邊 又是另一個City of Low Heat的站 就在下面 我們放大Burkwitlam這一邊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Burkwitlam的一兩個樓盤 包括Smith & Farrell和Ginger 其實都是這一邊附近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一會兒都會跟大家實地去看一看 其實它已經建了一棟Rental Building 以及建了一個YMCA 即是兩層樓高的一個很大的 文娛康樂中心之一旅 裡面有一些Youth Leadership 有泳池 有很多康樂設施給大家享用 另外也有一個Park在附近 整個Site會在這裡 我們會在一個樓高50層樓的建築 附近的Purkwitlam 前面這裡是一個比較舊的Purkwitlam 然後建了一些Tower 將Purkwitlam這個Skytrain浸附近 變成一個新的Dowman 或者是一個比較繁華的地方 這裡已經有的 譬如說Safeway 一些小的餐館等等 所以其實就算到時 未變成Uptown 都可以有很多設施用 這邊就是正北的 它的北邊 其實這裡會有一條Skytrain的路軌 Skytrain站 就會去馬路對面 前面這一塊現在沒有什麼 這裡就是Burkwitlam的Plaza 剛才跟大家說 比較舊一些 將來有機會再有發展的地方 如果大家在這個Site看到 建立的會是YMCA 和旁邊的Rental Building 這裡的公園 都會由Consert發展商建立 是整個Site的建築 這棟建立的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看的一個Project 這裡叫Muriad 就是Consert建立的 然後大家會看到 它前面有兩棟樓 它的東北東南面這邊 就會比較開放 對面Skytrain站 其實就是這裡 走過去大概是100米 還有可能3、4分鐘就到了 現在再和大家看看 不同的Rental Building 大家可以跟我過來看看 它也是這棟樓 可以劃分為三大部分 大概由3樓開始到10樓 或者14樓 這是一個大的部分 它是一棟10至11貨 如果大家在3房單位 比較大 3房、2房、2房、2房 的話 就要是15樓以下才會有 它也會有其他一房的選擇 然後15樓 至45樓 這個主要是1房 或者1房、1Band為主 都有少數的2房選擇 到上面最上一截 就會更細 這個一梯是6火左右 它全部都會是大一點的單位 都有1房和1Band 但主要都是2房和2房加1Band 這個是light color scheme 大家可以看到地板 是比較淺的木色 也搭配上面 Island上面 這個好像是可以 小小的巴桌位的地方 說回它的材質 這個counter top 這裡和back splash 都有quart set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的sink 是單升本 這個是2房的單位 所以升本會大一點 1房的話就會小一點 裡面有一房的show room 也會再跟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要注意 如果將來大家買的單位 是有這個Island的話 可能大家擦水的話 也要勤力一點 因為它這個材質 我看到應該是木 所以它未必是防水 或者如果大家常常 一攤水留在這裡 就有機會會容易一點損耗 所以大家這個要注意 這個是水龍頭 這邊back splash 上面也有電鍵 配給大家 這裡有燈可以開關 這裡有一條LED的單槽 大家看到嗎 暗暗的 可能會關掉燈才能看得清楚 上面的儲物空間 可以給大家看看 都是灰色的冰板 做一些櫃 這邊全部都是一些貴的空間 它可以拆出來 也做了一條和廚櫃相配顏色的設計 在外面 讓它使電視更漂亮 然後上面就是風管位 都可以放少少東西 這邊也有櫃空間 雪櫃的話 就會是24寸的雪櫃 所有單位都會是這個尺寸的雪櫃 這個單位的電器牌子 都是一個Bosch的package 除了微波爐是Panasonic 大家看到雪櫃和下面是冰櫃 微波爐是這個位置 下面有櫃空間 上面是電鍋 用電鍋 所以這個單位是沒有gas的 這個大樓的管理費 大概5毫五左右一呎 管理費會包括冷暖器 也包括垃圾排污費 還有12小時的concierge 給大家可以接收包裹 或者有時候可以找它 垃圾費也會包裹 水費 熱水也會包裹 這個是電鍋 下面這個是全大小的焗爐 這邊是儲物的保存空間 這邊兩邊都是 這邊會扁一點 因為靠牆壁 可以給大家看升盤底 升盤底 有做到一個可以拔出來的垃圾桶 給大家放東西兩格 有些材料貼在底 可以防水度比較高 大家有時候放一些濕的東西 都不會怕很快 櫃底就會撲氣 洗碗碟機就是洗手盆的旁邊 牌子也是Bosch 裡面是暗色色的 大家進來就會看到 這個地板和剛才的顏色不同了 是深木色一點 我們看看一房的廚房設定 大家會看到因為是一房 所以其實雪櫃一樣都是24吋 但是洗手盆的話就會正方一點 小一點 沒有剛才那麼大 如果是爐頭的話 Cook Top也會小一點 24吋 可以放到四個鍋 三個小的一個大的Cook Top Often就小一點 24吋 Bosch是那個牌子 微波爐就在這邊 這些漏油煙機也是 配合爐頭的尺寸 其他材質 也一樣 在這裡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空間 好像是Display Space 可以放一些很漂亮的畫 或者是一些跟廚房相關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包起來的 它會做給你 而且它的色彩都會配合 來選擇的色彩 這個是暗色 所以是黑色 如果大家選擇的 剛才外面是軟色的色彩 它就會淺色一點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海 其實是一個Portable Table 或Portable Island 這東西都是包的 如果我們看回所有的漬 大概有三大類的廚房 一個是我們外面看 Light Color Scheme 那隻U型 那個的話 就不會再有Portable Island U型整個設定 包含高一級的桌面 如果是Linearing 即直條形 或者L型 可能去到這裡 再這樣圍一圍 L型的話 它就會包含這張Portable Desk 或者Portable Island 這個Portable Island 它的材料不是Cortes 就是木屏面 木屏面 還有裡面是壓縮的塵板 其中一邊是有金屬的支撐架 另一邊是同樣材質 一邊做下去Waterfall 有美觀一點的效果 這個應該是一個窗 不是可以爬出去 不過去做的時候 可以給大家清楚 可以看到外面的露台位 這個會放到Queen Size床 兩邊都有床行為的空間 還有某些職位 如果房間比較深一點 你也可以放到Dresser 衣櫃的話 會是躺門的 雙邊兩邊躺門的衣櫃 你會看到裡面 其實會做好組織 這些是包在部份裏 這邊有多些一格格 還有櫃桶可以放東西 洗手間的話 這個不是Cabinet 它是一塊鏡 有一個木紋面 可以放東西的桌面 這些是磚尾的櫃 下面也有Polet tiles 這一塊是Quartz的桌面 洗手盆下面也有空間 這邊可以放一些東西 兩格位桶 地面是Tiles 地磚 這邊有毛巾位 如果是Shower Space 就像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Frameless 無框玻璃 下面是纖維的底座 這邊有水龍頭 和上面的花散口 有需要大家可以再配 拿下來的水龍頭 我知道大家喜歡那一隻 這邊也會再配多一個毛巾架 可以搭東西上去 Dryer的話 它就會像Bloomberg的牌子 有些可能是Stack Up左側 隔壁的空間 有些可能只是Stack Up一個房間 如果想看到它整套的 和所有Frameless 的話 也歡迎大家去上網 我的網站 Carrie Quiet slash 就是Myriad Myriad M-Y-R-I-A-D 我上面也會放了所有Fram 在上面 我們先說一房單位 一個最低的Starting price 就是一房 但沒有泊車位 比較小的一房 470多尺 它是沒有車位 Starting price 會是$45萬 $48萬 如果大家需要泊車 如果大家需要泊車的話 就可能要去看一個大小小的 One-bedroom 就像這些 過了500尺 它會包括泊車 它的Starting price 接近$50萬 或者$50萬頭 然後我們看完 One-bedroom之後 可以看看One-bed garden One-bed garden 都有不同的選擇 小的640多尺 去到大的750尺 它的Price 差不多是$50萬尾 接近$60多萬 兩房的話 其實有不少選擇 其中和大家看看兩隻 一隻是800尺 一隻是大一點的 850尺左右 都是沒有釘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一隻大一點 其實它是位於整個建築的西南角 好 看看Fall Glen 兩房的價錢 差不多是$70多萬 接近$80萬開始了 當然 越大的兩房 樓層越高的View 如果放的方位漂亮一點的話 價位都可能會上去的 三房的單位 都會是14樓或者樓下 上面是沒有三房單位 三房的話 它會是一個比較長條型的職 這邊會是一個比較開放的位 因為它屬於這個建築的 差不多是North corner 有一點點西北 有一點點東北 這個View相對來說 是比較OK的 這隻三房的話 應該會是100萬左右 樓下便會買到 我們現在出了一個Sell Center 我這邊其實是對面的 就是西施了 所以跟大家去看看 這一條 剛剛North floor轉到這邊 其實這一條打直南北向就是 Clark Road 前面十字路口是Smith 然後現在我們那個Concert 其實就是對面馬路 大家看到後面就是Burkutnam Sky Train站 我們現在不如走過去看看 那邊大家看到現在 有天秤 那個矮矮的就是將來會建 Rental的建築 那它的後面 就會是再建 那個Residential 我們剛剛說的 50層樓高的建築 這一邊的話 沿著Sky Train 其實也會有其他的開放 所以它的藍面 那個View相對來說 應該會是 沒有那麼容易看到很開放的景觀 我們其實這裡走過去 這一塊就是Burkutnam Mall 就是那個比較舊 但是也有很多配套 State from Foods 在那邊Farn North 有得吃Sushi 有Coffee Shop 有得買菜 有些不同的小的整頭髮 其實什麼都有 對面其實就是Sky Train站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將來住在這一邊 走過對面是很近的 整個Site 一直由這裡 延續到後面 到最後那一棟的位置 因為它不僅會建造建築 它還會建造建築 它還會建造建築 整個好像生活圈 主要就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這棟樓 或者這個地區的體驗 Burkutnam相對來說 比起Low Heat Low Heat下一個站 即是南邊一點 就少一些Tower 以及明顯少一些Mall 但是也會是一個明顯 可以看到它在發展的地方 因為越來越多高樓 在這個區域 這個應該是我拍的第三條Youtube片 之前有拍過Junji by Anthem 有拍過Smith & Ferro by Bawful 就是對面馬路的 那這一棟的定位 個人的感覺就是 它都是投資和出租 還有少許個人自住 或者很適合手指事業的人 因為它的價位 在此時控制得比較低 Burkutnam這邊的赤價很多 都是去到1000元一呎 那它現在的首批 可能都可以做到1000元以下 甚至900多元一呎 所以價位相對來說吸引 其實挺適合 尤其是它有多一房單位的選擇 所以可以說是它第一棟 Consert在賣residential building 作為一個market entry point 因為之後如果Consert 再推出另外的建築 它其他周圍還有 那價位就會再遞增上去 所以很不同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是Burnaby 因為現在其實Metrotown 大家知道我做比較多 Consert Metrotown 或者那邊的項目 那些呎價是容易 可能1200、1300、1400元一呎 那要再想在Burnaby 這個地區找到有新 又漂亮的 一座房間、二座房間 都相對來說是比較難的 那你隔多幾個站過來 作為一個investment的話 都可以考慮 我覺得 好 好像有東西吃 對 一會兒吃多了 我以為只有酒 我只是想給多一個 對 為何你不拿 我心想那些酒好多 你真是的 送給人也好 真的 這個沒有敗罪 送給人也好 等下見客 送給你 靠你撕掉這個 不要緊 我代Mirrior送給你 我也好 對 然後他可能心想 Mirrior是什麼 Hard of Recruiting 不可能是Mirrior是一間餅店 然後他想幫我搜尋Mirrior 所以皇爺 不得了 我開玩笑就不用拍 吃麻朵花 哇 這個是原子經 啊 我們香港人驅花 是不是真的 原子經有毒的 對啊 我們可以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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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高興 吃餅 吃蛋 sho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